另外来看北杰杀人案上午也开庭了 郑杰表达了这个一贯的冷漠态度 他的辩护律师跟检方激烈的辩论 表示郑杰想透过杀人或判死罪来自杀 而律师说法官如果判死刑的话 等于是协助自杀 这样的说法家属无法接受 北杰杀人案今天开庭 简便言辞辩论 郑杰还是一样态度冷淡 平静的坐在位置上 而辩护律师针对审判中欠缺的评估 感性又理性的条列回应 辩护律师说郑杰思考还是个孩子 犯案后也自白犯行 狱中表现良好 也有非典型的情绪障碍 因为承受不了压力 才会透过杀人而自杀 一旦法官真的判死刑 可能不只是惩罚 反而是协助自杀 不过家属认为 再讨论下去只是浪费时间 跟被告的辩护律师说 如果今天他是我们 他会怎样 我们是一个每次一开庭 我们一来一次就再受伤害一次 警大教授郑胜昂先前表示 郑杰如果被教化 需要很长的时间 辩护律师在庭上 也提出许多郑杰家人朋友的说法 他们认为郑杰知道做错 只是不懂得道歉 只是一切听在受害人家属耳里 格外刺人 他们要的还是法院速审速捷 还被害人公道 记者方长一张一人 SNG小组